苍茫大地 随主沉浮 先生之风 山高随远 民国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道不尽的风骨与情怀 《民国人物列传》 为您解读民国人物群像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无秘》 朱军逸 以近亲结婚有害为由 跟表妹毛燕文分手了 人家毛等了他六年 为了他两个人当时闹得大家资捐款 你说正琢磨着 怎么是劝何还是劝分好呢 嘿 但你说客的这个无秘 忽然他妈的 变得疯狂起来 他对这个实意的毛燕文 疯狂地追求起来 说嗨 你不要啊 我觉得这个好 他开始又是献话 又是写思 搞得就像在夜油锅里 扔了一瓢凉水一样 顿时炸锅了 他当时老爸还在 公开地说他 无情无礼 无法无天 陈云雀 劝人就不要管转 说咱们学和得 不如人家 那是我们的迟路 娶个媳妇 不如人家 又何此自有呢 娶妻 仅是生涯中之一小事 小之又小者 轻描淡写 得辩之可也 就得了 毛燕文呢 在民国既是美女 也是才女 因为之前的风波 就很大 这次无密发情 搞得呢 各家报纸 动不动就给上了 娱乐头条 简直引发了 国民的热情 他在中间呢 两头转 最后想推办法 说算了 红旗和采旗 都插到家里 并举 结果呢 陈心卢不干了 结果呢 还是陈心一 退了出去 说你既然 这样了 咱们夫妻遗产 我就成全你们吧 这事到这 也就差不多了 可是无密 也很怪 他反而 倒不跟毛燕文 结婚了 他觉得 这离婚挺好 也没必要 马上结 他就以黄金 王老五 自居 有没有办法 也好嘛 竟然跟法国的 美国的 各国女子 谈情书爱 这下搞的 小报消息是越来越多 弄得毛燕文 十分恼火 有一度还说 他爱上了谁呢 最好的朋友 李锦西 的女儿 人家才十几岁的 一个初中生 可见呢 这个民国贾宝玉 确实这脑袋 思路有点转 多年以后 当时102岁的毛燕文 在回忆录里 对这段感情呢 看得很淡 他缅怀自己 333岁的时候 嫁给66岁的 熊熙灵那三年思光 当时他被人调侃嘛 旧同学成新伯母 老年伯助大姐夫 他是非常 对这段婚姻 写了大量的这种文章 而吴密呢 他说只不过是个书呆 是好朋友 这女的呀 过去了他就容易忘 男的呢 嘿 往往不是 吴密对这感情终身难忘 他早日 画了一幅毛燕文的油画 随身携带 有一回呢 还把他过去的情思公开发表 比如这句 吴密苦爱毛燕文 三周人士共经文 遭到了金月林的批评 说你看圈着这么小 你不能写人家的名字 这本来是大家的私事情 就好像天天上厕所 你也没必要说 把上厕所的过程写出来吧 吴密一听大怒 你说什么 我的爱情可不是上厕所 别说这老金 还有一个人得罪的更狠 就是钱中书 本来呢 他的父亲钱姬伯 是委托给他的好朋友吴密 说你多照顾一下 啊 中书 他这个人呢 书生气 所以在清华 他呢 半事半有 对钱中书 真是多方关照 可是呢 因为这件事闹得很大 就是他们好多 比较纯粹的学者 都看不惯 吴密的作派 他有一次 写书评 就把这个毛燕文 用一个 中古文给演 给这个描写了一下 大概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年华已四 又卖弄风情的女子 撤下 别说毛燕文不高兴 这吴密简直挤了 啊 也他英文也好 两个人 也就中断了交情 后来 为了请钱中书 来西南联大 吴密呢 就说 说 米斯特钱的狂啊 并非是孔雀开平的 个体悬绕 而是文人骨子里的 高杀傲慢 其实也没啥 果然 等钱中书一来 两个人 把杯研究 后来钱中书 其实挺不好意思 就说 当年我是少年轻狂 因为他那时候 写围城嘛 把他周围这帮人 都在围城里 一一配了角色 就道了一点欠 那里边其实就有 毛和吴的爱情 但是吴密却一笑 说哈 别提这些 我早就忘了 在当时的清华和西南联大 其实吴密这个人 他有两个特点 一个呢 是言缘好 古道热肠 助人为乐 好像是法治天性 他经常教学生的 这个西方礼仪 这种英语 很得人的欢迎 他从来不是 以那种高傲自举的 这么一种人 还有一个呢 他其实是 二十世纪中国 比较文学的 创始人 他用啊 希腊罗马 基督教 印度佛学 和中国儒家 四种文化 各种著作 包括红楼梦 然后 来进行比较 一下子为 中国当时的文学研究 开阔了很大的天地 切不说那四大导师 就是后来培养出来的 类似于哈 千中书也好 还是那些 话说这个 许国章 纪献林 那简直是 遍布海内外 徒子不说 那徒孙就更多了 但吴密自己却说 说我们这辈人呢 做学问 第一那还是 陈炎雀 下一辈呢 是钱中书 他们呢 都是人中龙凤啊 子欲武啊 也就是给太太教子 还有个事的提一下 就这吴密呢 你看他刘美回来 又是搞洋派的 他非常反对白话文 他呢 经常骂鲁迅 这些新文化运动 是什么呢 是土匪文学 乱国文学 尤其是看不惯胡思 他专门和煤光底两 创办了这个学恒杂志 这个可大家别小瞧 他弘扬国粹 是当时的一大门派 现在搞这些 国学研究的 都经常提这个学恒派 有一次酒会 胡思就跟他说 你们这个学恒派 最近有搞什么阴谋啊 吴密说 有啊 你想听吗 胡思说 好啊 可得文胡 吴密说 撒胡思 举作皆经 可见这也是一爆脾气 那时候很多学生问他 如何才能学好文学 文学看似简单 其实很难 他就在黑板上 写了六个字 多读 多背 多用 看似浅显 以我个人的体会 这是自理名言 在新南联大那会儿 他还不喜欢一个人 深有鼎 说他呢 自私 还不讲维生 啊 经常 他在那看书 他老在那捣乱 他就说 你呀 要聊天找别人去 要不你早点睡 别吱声 别影响我们 我们还得备课呢 那时候他跟 关林征将军呢 是同乡 彼此还算谈得来 有一回他日记里就写 说关这个人很虚伪 他强迫咱们昆明的画家 画了一百四十多幅画 送给谁呢 云南文山训练营的美国军官 可是呢 他要求哪个画家 都给他另外再画一幅 说你扛别人之侃 这有些过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 其实挺直的一个人 有一天他路过 看到有个军官 在路边打鸟 他背个手去了 说你有子弹 为什么不打日本人呢 用来打鸟 太可惜了 那军官拎着手枪 还没合计过来 说这主是干啥的 他一看不好 正好过来一群学生 赶紧跟这学生一起颠了 就这个人 其实我的体会 有时候能惹事 但是摆不平事 1949年 这批国学大师 有的走 有的善 有的流 吴密呢 算是不土难离 但是也有一种说法 说他一直和傅思年 俩人一个清华一个北大 多年都不对付 但是呢 他也没有去什么大城市 他就留在了西南师大教书 在那呢 他也闹出了一些故事 比如一个女教师 给他执了一双毛线袜 他呢 非要塞给人一百元 那当时在建国初期 可是一笔大钱 他却说不多不多 这个女同事给我执的东西 那不能当物质看 那里边有无价的情感 结果另一个男老师听着 就跟他借了五块钱 说我一周后还给你 结果到此接下来也不还 他呢 帮帮帮敲门 说哎 对不起 应该还钱了 后来 有人就说 说你这个一级教授这么有钱 何必呢 他却板着脸说 我不是为了那五块钱 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修养 在1956年 他称将一千多本 都是很珍贵的西文原版书 珍藏本 全都捐给了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资金保留 1953年6月 吴密呢 娶了一个学生 法学院的 叫周兰芳 他的两个哥哥呀 都是国民党 被镇压了 留下了 齐伯格家族子弟 这回好了 都归他养 他倒也 没说啥 觉得人多挺热闹 哎呀 很出力 闹闹腾腾 过了三年 结果呢 这个女学生 病故 没办法 他只有用剩下的钱 继续啊 供养着他们 可是也有不领情的 嗨 1961年的八月 吴密 去了广州 去看他这一辈子 最同病相连的 陈银雀 陈银雀夫妇 在他到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 十二点了 陈当时 双目失明 写信呢 祝福他 说你到广州来呀 语言又不通 你应该 你应该坐什么样的三轮车 带什么样的 凉票 啊 我一定等着你 结果 深夜了 还在客厅 两个人相拥相保 他呢 一直在广州 待了整整五天 他说 那是他晚年 最愉快的 时光 最后 当时管制演员 他就走了 陈银雀呢 写了四首诗 叫 真无与生 写给老朋友 后来有两句 一语成菜 暮年一物 非容易 应作生离死别看 话说到了 六四年代的中期以后 这个 吴密 也爱豆 反复的豆 各种熟识 他呢 还苦中作乐 有一次跪了两个多小时 他悄悄的说 哎 我发现跪着 比站着还好瘦一些 但是 也没丢命 他呢 还来些小动作 就发现呢 那些珍贵的东西 没人管 比如说他的日记啊 同学录啊 司级啊 他就悄悄地往回偷 哎 慢慢都给偷回来了 偷回来之后 继续研究 留给后人 在 匹林匹孔那会儿 因为他是 英国 大师嘛 非常大体 他说 你们可以撒我的头 不能 匹孔福纸 他说 没有孔子 中国还在混沌之中啊 好吧 就给他定了一个现行反革命 待遇呢 比以前还糟糕 吴密先生呢 在晚年 过得非常凄凉 后来有了一些老年痴呆了 他倒很有宿命感 他说 我呀 将在1977年7月1日 死去 结果呢 还真没死 因为他妹妹 赶来重庆看个 一看他那种惨状 非常的流泪 就给他带回了 陕西老家 一个工厂 精心地照顾他 死他 又多活了吧 1978年 1月17日凌晨 吴密 离开了这个 让他多情 却又无情的世界 享年84岁 弥留之际呢 这老头大喊 给我水喝 我是吴密教授 给我饭吃 我是吴密教授 最后讲一个 吴密先生的一件事情 那也是抗战的时候 有一次犯局 有一群商人 请教经济问题 吴密呢 始终不开口 问了再三 场面呢 有些尴尬 后来一个人就问 说 那您给说一说 在国难中 做人的道理 吴密环顾左右 缓缓地说道 我想 我想 就是不苟二支 不苟窃 有超手 我想 就是吴密先生 留给我们 现代中国人 最大的 一笔精神财富吧 这一笔精神财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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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笔精神财富吧